大家好,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旅游 我的这个频道主要就是两大板块 一个是足球,一个是旅游 也是我的个人的两大爱好 所以在大部分时间内我都会说一说足球 来分析一下足球的战术打法 分析一下足球的异文趋势 然后偶尔我就会讲一讲旅行和文化方面的事情 然后今天这期视频我想讲的就是波多黎各 因为波多黎各作为一个在拉丁美洲里面 我个人认为是最适合去旅行的那么一个地方 而且在近些年来也逐渐的成为一个特别热门的旅游胜地 当然是在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圈子里面 那么这期视频我想要说的这个地方是波多黎各 因为波多黎各是我个人认为在加勒比海地区 或者是整个拉丁美地区都非常值得去旅行的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近些年来这个中国的游客也逐渐的增多 因为它的知名度也逐渐的在上涨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来说说波多黎各这个地方 那么关于波多黎各的旅行攻略 我会从衣食住行四个大的方面来聊 那么我们首先对波多黎各先进行一个背景介绍 波多黎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它是美国统治管理下的自治领地 那么在波多黎各它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和英语 所以大部分的当地人都会说两种语言 那么如果要是遇到了不会说英语的当地人 那很可能就是其他国家的 可能不是波多黎各本地的 因为我在去波多黎各的时候 我的司机是来自于多米尼加 隔壁的一个国家 他是完全不会说英语 所以我只能用我背脚的西班牙语 加上一些肢体语言来全程跟他交流 所以这样的话就 其实大大的练习了我的西班牙语的能力 基本上跟他交流是靠猜 所以说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 一般他很可能不是波多黎各本地人 一般本地人都会说 多少会说点英语的 那么其实关于波多黎各的话 之前有进行过投票 大部分的人选择要保持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 既不加入美国也不独立 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认为是对波多黎各最好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 但是其实说实话 波多黎各人他就算是美国人了 因为美国人把波多黎各当成自己人 波多黎各的居民除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外 其他的他的医疗 他的教育 甚至说找工作都不会受影响 他们出入美国都不需要国外的签证 护照什么 他基本上就算是美国的合法居民 相当于在美国有绿卡这样 那么大背景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就从四个大的方向来聊波多黎各 首先呢就是一 在穿衣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多说的 因为波多黎各他处在低纬度 所以全年的温度都比较温和 不会很热也不会很冷 那么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其实他的温度都会维持在25到28度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短衣短裤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女生来讲的话 可能会忌惮于这个空调的温度 可以带一件比较薄的夹克 这样的话也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不过额外要说的一点是 波多黎各他虽然只是一个小岛 但是他的气候 岛的各个方向各个位置的气候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他的最大城市和首府 那边的气候就有点像夏威夷的这个气候 一天可能下两到三场的雨 但是呢他的这个雨可能每次也就是20分钟 30分钟这样来的快去的也快 所以如果要去波多黎各的话 最好的话是穿一个透气的雨衣 或者是打巴伞这样比较好 那比如说波多黎各岛的西边和南边 就没有那么多的雨水 那总体上来说穿衣的话 在波多黎各就是短衣短裤 然后薄歪套 然后如果穿雨衣的话 尽量要穿那种透气的雨衣 因为波多黎各这种地方 如果不透气的话会比较闷 那么说完穿衣的话 接下来要讲吃 其实我是一个吃货 所以按照我个人的喜好程度 以及标准来的话 我个人认为波多黎各是整个拉丁美洲地区 可以说在吃的方面排到前三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可能很多人对于隔壁的墨西哥餐 前有独钟 但是我个人看来呢 虽然说墨西哥菜它种类比较多 可能美国人比较喜欢 但是我个人认为绝对的是波多黎各菜 是更好吃一些 波多黎各海鲜就不用多说了 真的就太美味了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就是 在波多黎各叫mofango 如果非要翻译成汉语的话 就是芭蕉饭 里面摻了芭蕉 有一些饭 然后呢 根据不同 我比较喜欢吃的 因为我很爱吃海鲜嘛 我比较喜欢海鲜的芭蕉饭 所以它跟做成一种像 soapal的那种像浓汤一样 然后跟那个芭蕉饭浇在一起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所以强烈的建议大家去波多黎各的话 要尝一下这个mofango 尤其是海鲜的蕃蕉饭 那么至于喝的话 因为有吃就喝嘛 对于喝的话 我觉得波多黎各更是要胜于隔壁的墨西哥 墨西哥虽然有龙舍兰 或者说它的那个啤酒叫什么名字都记不住了 但是波多黎各 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 就是百加德 而且像很多女生喝的酒 都是从百加德调制出来的 比如说Margarita Mojito Dakiri 然后不得不提的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饮品 就叫做Pinia Colada Pinia Colada其实在美国很多的地方 甚至说超市里面都有卖的 但是它的原产地就是波多黎各 那么全世界第一杯调制出来的Pinia Colada 就是在最大城市圣湖湾市中心的一家最老的 希尔顿酒店里面调制而成的 那这个酒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所以呢那Pinia Colada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尝试一下 那对于像不能喝酒或者说不能接近酒精的朋友来说也没有关系 Pinia Colada你可以点的时候跟它说不要那种酒精的 alcohol free的那种它也可以做出来 其实也味道也非常不错 那Pinia Colada其实它的如果翻译过来的意思 Pinia就是pineapple 菠萝的意思 然后Colada是coconut 也就是椰子的意思 其实就是菠萝汁跟椰子汁 形成一定比例 然后混合而成的 像一种饮品 非常的不错 因为之所以伯罗尼克可以做Pinia Colada做的最好喝 还是因为它那边的热带水果真的是非常不错 所以在伯罗尼克吃的话 海鲜 Mofango 然后酒 还有水果 这几个一定不要错过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那聊完吃我们再说住 至于住的话其实会有很多的选择 像伯罗尼克这种旅游圣地 它会有很多的度假村 它会有很多的高级酒店 包括Airbnb 甚至说一些酒店式的公寓 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但是取决于出行的人数 如果是四个人或者是更多人的话 我个人是更建议租一个大的像小别墅啊 或者是住在一种公寓酒店这种 比如说三间房四间房这样的话 然后自己可以做做菜买买菜 然后偶尔出去吃吃饭 都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如果是情侣入住的话 还是酒店比较方便 或者是度假村其实也可以 个人我的喜好是 如果住在圣湖湾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城市 而且人比较多 所以不太适合住那种度假村的酒店 但是如果住其他城市的话 是强烈建议住在度假村里面的 度假村里面有自己的海滩 包括各种各样吧 其实都很不错 那么基本上这是关于住的方面 那最后来说行 行其实我是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波多黎各整个地方的话 因为它的岛不是很大 所以我强烈建议如果是四个人一起去的话 强烈建议要租车 自己自驾 把整个岛都玩一遍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是在圣湖湾的话 圣湖湾尤其是它的老城开车不是很方便 所以用Uber Lift 或者是叫出租车之类的都是很方便的 所以没有必要去自己开车 但是如果要还导游的话 一定是要租车 那么其他的方法呢 就是公共交通 那么至于波多黎各的公共交通 我个人是非常不推荐的 一个是它的公共交通系统 并不是很发达 再一个是我们也不太敢做 波多黎各确实它的公共交通系统呢 和墨西哥 甚至说还不如墨西哥的公共交通 它的站都没有明显的站牌 然后都是以西班牙语为主 并且呢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跟司机去沟通去交流 这样的话呢 对于大多数的旅行者而言 都是一个不小的那么障碍 所以说如果尤其是多人的话 我是更建议去打Uber或者是叫出租车 因为在波多黎各它有很多特别大的那种车 可以装8到10个人那种巨大无比 所以特别适合人多 六七个人哪七八个人哪 哎包一辆车就可以 而且每个人一军摊的话价格也不是很贵 然后呢 另外一个关于出行方面的就是由于波多黎各 它是一个大岛和两个小岛啊 那么两个小岛呢 我们一般会称为V岛和C岛 V岛就是Bietis那个岛 然后C岛是我记得好像是Colabra 那这两个岛一般去的话是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坐那种小飞机 只能坐三四个人的那种小飞机 特别特别小 另外一种就是轮渡 轮渡的话是非常便宜 我记得我当时去做轮渡的话应该是3.5美元一个人 然后差不多要三个半小时 应该是三个半小时左右这样 但是非常的便宜 非常划算 如果是坐小飞机的话可能是要一二百一个人 取决于人嘛 因为轮渡去这几个岛的话真的是浪高 差不多有三米到五米这样 非常的浪非常大 导致呢 当时我在坐船的时候有差不多半船的人都在吐 那么非常容易晕船会造成身体上的不适吧 所以这个真的是取决于对人 有些人可能就是看了一些其他的功率会觉得 他一定要看荧光海这样 其实说实话 荧光海可能去十次九次都看不到荧光海 那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东西 所以我千万要奉劝大家不要为了去看荧光海而去这几个岛 因为很可能95%的情况下是看不到荧光海的 而且听说也没有那么好看 只是被吹吹出来的 这样 最后我要推荐几个特别值得去玩的景点也好 或者是城市也好 那么至于圣湖湾的话 一定一定一定不要错过他的老城 老城的话至少我觉得要花一天 因为里面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 包括他在四五百年前修的那些城堡啊 有好多都是这种西班牙风格 那么与此同时呢 圣湖湾的老城也被称作为猫城 因为这个老城区有非常多的流浪猫 可以说是基本上到处都是 每走两步就会看到一群猫 每走两步就会看到一群猫 然后这些猫呢据说都是当年西班牙的这个驻军 他们由于无聊从家那边带过来了 所以呢这些猫后来就留在了这里 然后进行了繁衍啊繁殖啊 一直活到了现在 当然呢也没有人去抓这些猫也没有去这样 但是猫的确成为圣湖湾老城的一座景点 所以说老城区是非常值得看的 至少我觉得要花一天的时间在那边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圣湖湾城里面 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的就是百家德的酒厂 因为酒厂也在那边 花12美金应该就是可以去做一个tour 他会给你一个tour 然后会给你一个杯子做纪念 然后会给你一杯酒来品尝 那么我觉得像百家德这种酒厂 在波罗里克其实它是一种文化 即便呢是不喜欢喝酒 我觉得应该去尝试一下 是还挺好喝的 那么圣湖湾之外 我刚才也有推荐就是强烈建议去自驾游 那么环岛的话 一个值得看的地方就是Raincon Raincon在圣湖湾岛的西边 这里面呢阳光相对来说 要比圣湖湾要明媚很多 并且它的因为它有风 所以在那边的海滩上被称为 拉丁美洲的冲浪之都 特别适合冲浪 而且那个小城呢 它的旅游人口不多 真的是不多 很少有人会知道那个地方 我也是在坐飞机的时候 跟隔壁的大叔聊天 他是从波罗里克成长起来的 所以他给我推荐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开车去了那里 真的是非常不错 景色非常不错 没有很多人去旅游 但是呢 那个小城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惬意 除了Raincon呢 如果再往波罗里克岛的南边开 就是庞赛古城 庞赛是一座有着差不多400年历史的 这么一个古城 然后我也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 那边有好多贵族留下来的这种小楼房啊 这种特别适合拍照 并且呢在那边有非常好的沙滩 最好的沙滩我觉得就在庞赛那边 可以住他的这个度假村酒店 然后去欣赏他的海滩 海滩那个沙子非常柔软 特别适合去玩 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蚊虫啊 防咬啊这种做到一些准备吧 包括穿的一定要运动一点 因为要走很长的路 也可能是要爬山的 但是我保证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边热带雨林一定不要错过 那么基本上呢 我从衣食住行四个大的方面来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了一下波多利哥的注意事项 以及说了一些他的这个旅行功率应该怎么玩啊或者怎么样 那么在最结尾呢 我觉得如果要去的话 最好是在一月份 一月份或者是二月份去 那边一个是物价比较便宜 再一个是温度恰恰好 或者说另外一个可以选择去的月份就是七月份 因为七月份他有很多的节日 尤其是他的美食节有音乐节 所以节日都巨大在七月份 然后最好的这个物价 包括气候都是在一月份到二月份 那么这两个月份其实是我最推荐去的时机 那么至于圣诞节来说的话 就一定要提前把车和酒店都订好 因为到圣诞节期间去波多利哥的人真的蛮多的 一不小心就容易露宿街头 没有地方住 好了以上呢 就是我个人对波多利哥的一些了解和看法 所以大家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问题的话 欢迎给我留言